去年12月18号开始爆发的全国大水灾 已经两个星期过去了 那震撼全国的灾情 洪水把整间屋子都淹没的画面 相信大家还历历在目 在东海岸彭亨文东和文德甲这两个重灾区 大水如今确实是已经消退了 那可能很多人就以为说 两个星期过去以后 灾区的善后清理工作应该是差不多完成了吧 然而真实的情况完全相反 叫人无法想象的是两个星期过去了 但是灾区很多的地方洪水退去之后 留下来的满屋满地厚厚的淤泥 还有被大水给淹坏的各种物品 到了今天依旧还没有完全清理 已经多次前往彭亨文东 参与灾区清理工作的志工受访时说 在文东的一些新村住着很多的留守老人家 他们根本无法自己清理打扫 他们也没有力气去清洗厚厚的淤泥 清理大型的垃圾 那有的老人家 他们在大水来袭撤离的时候 甚至还受了伤 因此当地急需要大量的年轻志工帮忙 而同样也是重灾区的彭亨文德甲 很多灾民在清理完自己的家园 已经都累垮了 许多公共场所 包括学校大巴沙等等 两个星期过去了到现在还是沾满泥浆 因为没有人手去清理 也根本恢复不了日常 遭遇世纪大水灾重创的复原之路 并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完成的事 幸好人间有温情 一方有难八方之源 水退两个星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志工 纷纷到来协助清理工作 这两个星期来自各地的志工并没有停下来 一直都在积极的支援灾后的清理工作 而刚刚过去的跨年夜和元旦假期 彭亨文东和文德甲迎来了北中南马 全国各地的热心志工 深入灾区进行清理工作 八点四日报视讯采访了这些志工 透过他们的镜头去看看志工们 如何投入他们的支援工作 我们目前位于新山的库林园的物资收集站 我们现在是收集了的这些物资 等一下我们就会把它送上去文东 去协助那边的灾民 我们收集到枕头 被单 卫生棉 饼干 干粮 奶粉 还有口罩 他们都说他们有些是有亲戚是住在 盆亨州的 有些是住在雪兰儿州的 说他们都很遗憾没能上去帮忙 所以就特别的努力在这边帮我们召集物资 然后由我们帮他们送上去这个灾区 跨年夜的这一天 来自柔佛州的志工与三五好友 带着善心人士的热心捐助 北上捧亨文东 我们来自永平 我们出发前往文东 文东 加油 文东 文东 我们来了 一便隔天一早就可以马上投入灾区的清洗工作 我们今天是在这个文东的玻璃口新村帮忙居民做这个清理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清理的环境 灾区已经经过了13天 这一间屋子呢才刚开始要做打扫 我们的志工还在帮忙清扫着地上还是泥浆的水 你看他的家里的这个东西是全部坏掉完了的 看来有这边 哎呦 Oh my god 你看泥浆 这东西全部被用了 你看屋子也坏掉了 是的 这已经是灾后两个星期的情况了 外人难以想象被洪水肆虐的木屋 还是满屋泥浆 而坐在屋子里头行动不便的屋主根本无法打扫 而另一家同样也是被洪水冲刷的形同废墟的老木屋 屋主眼神呆滞 无住也无语 不过庆幸这个新年 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志工 不分男女一起给了这些玻璃口新村的独居老人多一双手 帮忙清理家园 我是来自罗坡新山 这一趟是第三趟来到温东 为什么要来帮忙呢 你看到吗 现在这个情况 还有很多家家户户还是有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们也在赶着时间 看可不可以尽快在农历新年之前 可以把他们家里打扫干干净净 我只是来自我的家的 我只是看到一个需要 我只是来 我感觉在这边的时间更重要 比在家里的时间更重要 我并不介意在家 我感觉最重要是 要确保所有东西都清理 然后我只是清理自己 很感恩在这一宫 来帮忙走私我的家 我很感恩 全国水灾重灾区 彭亨文的甲 水退之后 另一个挑战才正要开始 校园里的礼堂 厕所 墙壁等等各个角落 还有大量的淤泥 还没有等到人手来清理 而在1月1号元旦这一天 150名从全国各地到来的志工 用他们的新年假期 身体力行投入诊灾 我们今天总共耗集了全国150名的会员 来到彭云座的文德甲 文德甲是全国灾行中最严重的 是50年来第一次严到那么的严重 这一位志工就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志工 一家多少人来 我的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女儿的同学 只有我先生没有来罢了 因为他要做生意嘛 然后就趁着放下就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 我觉得就是课本上学不到 学校学不到问题 所以体验是最好的体验课 现在我们的其中一批志工将分车 总共八辆车前往文德甲的巴沙 进行清理工作 大水灾在文德甲大巴沙的墙壁上 留下了一道泥水痕 让人看到当时水淹的高度 巴沙的灾情还是相当的严重 没有年轻的志工去帮忙 因为这边的灾泥 他们已经很累了 自己的家里要清洗 沾满泥泥的巴沙 灾后到现在还没有人清理 尽管老天还在下着雨 但是并没有消息 从全国涌入的志工们 想要为灾区献立的内股热心 我们在前往这些灾区的这些地方 我们有发现到有很多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来自什么团体 但是我们都有看到 尤其有大部分都是叫托比尔车 他们有些会绑吉达州的州旗 马六甲的州旗 罗伯州的州旗 我们看到这一点是非常的幸会说 这一个难关 马来西亚这个灾难 是全国各地 各州不同的人一起来帮忙 其实经过这个大水灾 我们可以发现到 我们的人民是非常的团结的 有来自四方八面的父资 志工都不分你我的 包括圣诞节到昨天的纽约日 大家都愿意把时间花在这边 来帮助这边的灾民 我觉得马来西亚还是一个 非常的和谐的国家 所以我们也做到非常的开心 谢谢 ons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